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间 今天我们所要读的是赫西亚书的第九章 赫西亚书的第九章总共有17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神借先知宣告 审判必领导以法联 我们来把这一章分一下段落 我们将它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1到9节 以色列败坏 必遭神的刑法 第二段是10节到17节 以法联的荣耀 必如鸟飞去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是1节到4节 经文这样说 以色列啊 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 因为你行邪淫 离弃你的神 在各股场上 如妓女喜爱赏赐 股场和酒账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 新酒也必缺乏 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 以法联却要归回埃及 必在亚树吃不洁净的食物 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垫酒 即便垫酒也不蒙悦纳 他们的祭物必如居丧者的食物 凡吃的必被垫污 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 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读过了前面的和西阿书的第八章 这章的内容讲到 神透过先知的口 刺责以色列被约拜偶像离弃神 他们因为投靠外邦人 就必不会有好的结局 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第九章的经文 其中的信息乃是 神继续透过先知 宣告那即将要临到北国的审判 神明确的警告自己的百姓 那离弃耶和华神的国必遭惩罚 他的民也必被仇敌 掳到外邦 落到在列国中漂流的可悲的下场 神子民的后代要遭受到灭绝 这个国家曾经拜巴黎和亚舍拉 这样的生育之神 但这些假神却完全无法 能够救以色列脱离所有的危难 今天两段的经文 先知信息的宣告 内容十分明确 读起来也不难 那就先让我们看一下第一段的内容 一节到九节 北国以色列深深败坏 因此必遭到神重重的刑罚 耶和华神必纪念他们的罪孽 追讨他们的罪恶 本章今晚的一开头 神就借着先知来呼吁以色列 说以色列啊 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 看上去主耶和华神极其憎恶 以色列人如外邦人一样 欢喜快乐的表现 那欢喜快乐当中 乃是有着十足的邪淫和放大 神形容他们 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 在各股场上 如妓女喜爱赏赐 神如此说话 是有背景和依据的 在古代近东的一带国家 人们在每年收割谷物打场的时候 男子们白天工作 晚上就守在打鼓场上 看护所打的麦子 这时就会有些女子 来向打鼓场上的男子 出卖自己的肉体 双方交易之后 女子会从男子那里得到丑报 神在这里生动的形容 以色列人在列国之中毫无尊严 相对于外邦国家 他就如像古场上的男子讨生活的妓女一般 只为能得到一些好处 可以生存 所以这就是第八章八节九节所讲的 以色列在列国中 就好像不被人喜悦的器皿一般 没有荣耀 也没有尊严 神在这里犀利的指出 以色列人的快乐和欢喜是那么的轻浮 没有品质 他们自己单方面丢弃了从神而来的福分 他们剩下所能追求到的 就只是和外邦人一样的欢喜和快乐 然而这乃是行邪淫离弃神的光景 在以赛亚书二十二章十二节十三节 经文描述的非常恰当 那里的经文说 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 头上光秃 身披麻布 谁知人道欢喜快乐 载牛杀羊 吃肉喝酒 说我们吃喝吧 因为明天要死了 以色列人的欢喜和快乐 就是完全不介意 神的警告和告诫 他们在灾祸就要到来之际 完全没有任何的警觉和忧患感 他们仍旧像妓女一般 游走于假神偶像和外邦的政权之间 难怪在八章三节神会说 以色列丢弃良善 获作福分 仇敌必追逼他 由于在第一节中 神看以色列人行邪淫离弃神 就如同在各股场上的寻生计的妓女那般 他们只是一心要从假神和人的方面来寻得赏赐 而不是依靠神 那于是从第二节到第六节 经文的信息便分别的讲到 神如何的使以色列家遭刑罚 第二节就提到 股场和酒诈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 新酒也必缺乏 这是在讲 以色列人既然看 巴黎和假神 是他们生活资源的供应者 那么神就从他们的生活中 关闭了所有的资源的供给 在二章的八节 九节和十二节有提到这一点 特别是二章的九节 神说 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 出酒的时候 我必将我的五股新酒收回 也必将它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夺回来 大家也可以参考 伊利米埃哥二章的十二节 二节讲到了 以色列国民因犯罪 神就不向他们供应土地 本该出的土产 第三节就进一步的讲 神刑罚自己的子民 使他们不可继续住耶和华的地 也就是迦南美地 就像八章十三节的后半节说的 当耶和华神要纪念以色列的罪孽 并追讨他们的罪恶的时候 以色列民必归回埃及 按照九章三节后半节的讲法 神对北国以色列家的处置 主要分两个方面 一是叫以法连归回埃及 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 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 这两种遭遇的人 都是神惩治的对象 这里当然没有提 后来留在以色列本地的人 也就是他们与亚述迁进来的人 通婚混杂 最终成为撒玛利亚人 总之 神的子民自从被约书亚 带入加拿美地以后 他们身上蒙福的特征便是 住在神 应许给自己的仆人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地业上 在气上 生息繁衍 世代蒙福 神的子民 若是离开了那地 就是不蒙福的表现 大家可以参考 利未记25章23节 还有耶利米书2章7节 16章18节 另外还有 和虾书11章5节 和以西节书4章13节 戴伊里书1章8节 这些经文 大家都可以拿来做参考 我们在讲到 第8章13节的后半节的时候 曾提过 神刑罚自己子民的 其中一种方式 便是叫他们重回埃及 当然 另外一个重要的惩治的方式 就是百姓 要遭到仇敌的掳掠 他们到了外邦以后 必须得吃不洁净的食物 即便是他们心里不情愿 也没有办法 大家可以参考 生命纪14章3节到20节 神的百姓 既然是 在所住的 蒙福的地业上 向着神被约 有干犯神的律法 敬拜 不该敬拜的偶像 去吃不该吃的食物 那么神 就会使他们 被掳到外邦 干脆就在外邦人中 过他们向往的生活 作为刑罚 和闯治他们的方式 第4节 进一步的讲到 神会在自己 犯罪的以色列民中 剥夺人 向耶和华垫酒 并吃祭物的权利 那即将被掳到 外邦去的百姓 将来有一天 既不能在神面前守节 也不能在神面前献祭 他们即便是做了 也完全不蒙悦纳 而第4节所讲的 既是指未来要发生的 也是在指 目前正在发生的 以色列人向神垫酒 完全不蒙悦纳 他们所吃的祭物 也如居丧者的食物 凡吃的都必被垫污 在民述纪19章14节 和生命纪26章14节 经文有讲到 那受伤的人 因为接近了死人 因此他们的食物 也被视为不洁 神看悖逆的百姓 在神面前 于献祭礼仪过程中 所吃的祭肉 祭物 就如同人 所吃的 居丧的食物 那样的不洁 由此可见 以色列百姓行邪淫 遭到神的憎恶 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这不是因为 我们伟大的神 有洁癖 这乃是由于神 知道百姓 有不良的居心 和不好的动机 第四节的经文讲 因他们的食物 只为自己的口腹 这就与 第八章十三节的 前半节经文 所讲的一样 那里说 至于献给我的祭物 他们 至食其肉 耶和华 却不悦纳他们 因此神明确的说 由于百姓 带到神 殿中的食物 都是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 来做准备的 他们是想在神的殿里 大吃大喝 满足肉体的需求 因此神说 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 第五节就讲 在大会的日子 到耶和华的节期 你们怎样行呢 这句的问话 是基于第四节所说的 神既然已经明文的 禁止百姓 不得向耶和华 订酒 即便订酒了 也不蒙悦纳 而且他们所献的祭物 以及所吃的 就如同居丧者的食物 凡吃的必被电污 而且神要求这些 被带来的食物 不可以奉入耶和华的殿 那么神就借着先知来问了 到了大会的日子 到了耶和华的节期 你们能做什么呢 百姓 其实什么都不能做了 因为无论做什么 都不讨神的喜悦 接着六节 又像第三节一样 在讲神怎样刑罚 那逃到埃及去的人 经文说 看那 他们逃避灾难 埃及人 必收敛他们的尸首 魔符人 必葬埋 他们的害故 第六节的经文 与第三节的经文相连 是在告诉我们 以法连人中 有些人在未来 会逃往埃及 而神给他们的厂制是 这些人 必不得回归 圣地 他们虽逃避了灾难 也就是亚述人 所带来的掳掠 但是他们必死在埃及 由埃及人 收敛他们的尸首 由魔符人 葬埋他们的害苦 在圣经中 神的子民 克死他乡 也同样是神 惩罚人的方式之一 六节的后半节又说 他们用银子 做的美物上 必长吉利 他们的帐篷中 必生荆棘 这半节的经文显示 那为了逃避灾难 而躲到埃及去的人 在埃及寄居的年日里 生活条件 十分的优渥 因为他们的家中 有用银子 做的美物 但神说 这些美物上 必长吉利 也就是指 这些美物 不会带给 逃亡寄居的 以法连人 丝毫的快乐 而且尽管 埃及人收留他们 他们在埃及 也是住在帐篷中 住在帐篷中 就显示 他们在当地 没有得到土地 他们一心 还是想着 有一日 可以归回圣地 但神说 他们的帐篷中 必生荆棘 吉利和荆棘 若长在人的家里 甚至物品上 也包括人所住 并耕种的土地上 都是表明有咒住 人所住的帐篷内 其空间本来就狭小 而帐篷里 却又生长着荆棘 那么人住在里头 就自然 十分的痛苦 和不舒适 因此这里 用诗的语言 再向那 犯了罪的 以色列人 发出预告 他们未来 即使能逃脱 亚述人的掳掠 而躲到 埃及国 去居住 他们在那里的生活 也必不蒙福 更无法美满 他们要受尽了 吉利和荆棘 带给他们的痛苦 而且圣经中 吉利和荆棘 又是在指 人所犯的罪 以及罪 所带给人的痛苦 和磨难的感受 关于第六节 大家也可以去参考 以赛亚书五章六节 三十二章十三节 三十四章十三节 还有和西亚书十章八节 接着七节八节 神借先知的口 预告了 神为以色列人所定的 降法的日子临近 报应的时候来到 而且以色列人 必会清楚地知道 这一切 当降法的日子临近 报应的时候来到时 百姓就将明白 他们以往对待神 所拆派来的先知的态度 乃是又败坏又邪恶的 在七节后半节 也就是括号中 经文说 民说做先知的是愚昧 受灵感的是狂妄 神又说 劫因他们 多多作孽 大怀怨恨 在后来的历史上 降法的日子和报应的时候 临到了以色列人 这都是犹豫 以色列百姓拒绝神 透过先知 向他们发出告诫和警示 无论先知 怎样向他们 忠实地传达神的话 他们仍然 多多作孽 大怀怨恨 此时民众们 向着赫西阿是如此 当我们读阿摩斯书的时候 北国的民众 向阿摩斯先知 也是如此 民众们 藐视神所派来的先知 他们宁肯听 假先知的话 反而认为 神所派来的先知们 是愚昧的 从神所受的灵感 是狂妄 对着这群百姓 神就只能叫 降法的日子临近 报应的时候来到 这等于说 到了那时候 百姓们便知道了 他们从前 对神所派来的 先知们的抵挡 和拒绝 才真正是 愚昧和狂妄 第八节 需要稍稍说一下 经文直读 是这样的 以法连 曾做我神守望的 至于先知 在他一切的道上 作为捕鸟人的网罗 在他神的家中 怀怨恨 第八节的前半节 可以稍稍做一点改变 它真正的意思是 神和先知 乃是以法连的守望者 他的后半节 可以这么理解 至于神的先知 在他一切的道上 都有捕鸟人的网罗 在他神的家中 遭遇到仇恨 这么一说 那么第八节 经文的意思 就非常的清楚 原来神自己和先知 都一直在为以法连守望 因为神爱自己的子民 他在天上守望 也派自己的先知 来到百姓之中 为他们守望 但人又是怎样带 神所拆来的先知呢 和西娅说 在先知所行的一切的道上 都有恶人 所偷偷布下的 捕鸟的网罗 所以以色列人 一心想要 害神的先知 并且在他神的家中 也就是以色列会众中 先知遭受到 人们的仇恨 所以这节经文的意思 就与第七节的经文的意思 相一致 因此 七节八节 就在告诉我们 以色列人 若是藐视 并仇恨先知 代表神向他们讲话 他们便失去了 可以躲避 降伐的日子 和报应的时候的机会 神的先知 与神 站在一起 那抵挡 并反对 神先知的人 就是在反对神 所以第七节 第八节的经文 大家若是在别的地方 去找参考 经文很多 像是以赛尔书 十章的三节 以利米哀歌 二章十四节 以西节书 十三章 三到十节 以利米书 六章十七节 三十一章六节 还有以西节书 三章的十七节 以及 三十三章的第七节 紧接着第九节 他的前半节 神便讲了 他对北国以色列的看法 在神的眼中 以法连 深深的败坏 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 经文提到 深深的败坏 我们都能明白 但是以法连 深深的败坏 到什么地步 那曾经 发生在基比亚城的事 就可以作为参照 大家可以去参考 《诗诗记》十九章 一节到三十节 基比亚城的 变亚敏之派的匪徒们 十分的凶残邪恶 他们就如同索多玛和俄摩拉人一样败坏 因此最后招来以色列其余所有制派的权力围剿 几乎被灭族 这当然显示了世事时代神子民中的混乱程度 大家同时也可以参考《诗诗记》的第二十章 那里讲到基比亚人的下场 及最终的结局 而第九节的后半节 又很像第八章的十三节的后半节 神又一次的说 耶和华必以纪念他们的罪孽 追讨他们的罪恶 在第八章中 第十四节可以被视为是 八章十三节后半节所讲的 主耶和华神纪念以色列家的罪孽 并追讨他们罪恶的方式 而在第九章中 十一节到十七节可以被看为是 耶和华神纪念以色列人的罪孽 并追讨他们的罪恶的方式 那我们接着就来看一下第二段 十节到十七节 第十节的经文 也可以分成前一半和后一半 他的前一半讲到 主耶和华神在最初 与以色列人建立关系的时候 神在哪里遇见以色列 并如何看待与自己立约的子民 经文说 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 我看见你们的列祖 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 大家看到这里的讲法 就可以结合十章的一节 神本来看以色列家 乃是茂盛的葡萄树 结果繁多 大家又可以参考 本章十三节的前半节 神看以法连如推罗栽于美帝 大家又可以参考 以利米书二章二节 以色列书二十八章四节 弥加书七章一节 以色列的神与自己的子民 是在稀奶的旷野上 彼此立约 神爱他们 在神的眼中 以色列要成为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即结满善果的无花果树 这就表示神愿意他的子民在列邦万国中成为美好的见证 可以从他们的荣美的生命和蒙福的生活中见证神的伟大和全能 叫外邦人看见就可以归荣耀给神 但是使节的后一半却告诉我们 这里的说法显然是在回顾历史 经文说 他们却来到巴利皮尔 专拜那可羞耻的 就成为可憎恶的 与他们所爱的一样 有关神的百姓在巴利皮尔所犯下的罪行的相关记载 大家可以去参考《民数记》第25章1节到4节 在那里记载着 以色列人没有拒绝并抵挡摩押人和米甸人给他们所带来的试探和诱惑 他们与米甸的女子和摩押的女子行淫败有像 所以民中的男丁就有被神击杀的 人数有两万四千人 大家可以自己再去查看经文详细的记载 有解经家特别帮我们解释 有关第十节经文后面所说的 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 这里经文的表述乃是指 古代的以色列人既然随同摩押的女子和米甸的女子去行邪淫拜偶像 那么以色列人就变成为在神眼中可憎恶的 他们生命的光景就与他们所爱的一样 意思是巴黎假神偶像有怎样邪恶可证 那拜他们的以色列人也就与他们所拜的 也就是他们所爱的一样在神的眼中被看为是可证物的 好多年前我读过一本专门讲到敬拜方面的书 书著者说过一句话 一个人敬拜谁他就会像谁 以色列人敬拜巴黎金牛犊偶像和假神 结果他们整个的生命就变得像那些假神偶像巴黎金牛犊一模一样 因此难怪伟大的以色列的神一方面怜惜又深爱着自己的子民 可同时又深深的证物他们 神所证物的乃是那与偶像和假神高度联合的以色列人 因为神在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到从神而来的一切的荣美 他们已经变得与他们所敬拜的那可羞耻的一样 如果以色列民已经成为了神眼中可证物的 与他们所拜的偶像和假神是一模一样了 那你想神会让怎样的结局临到他们 于是我们从后面的经文 像是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的后半节 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十七节 这些经文通通都是讲到 那金牛神所许可的避讳临到神子民身上的刑法 关于第十节的经文 大家另外还可以参考诗篇一百零六篇第二十八节 那么后面的经文就可以讲得简略一些 第十一节的经文讲到 至于以法列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 此时以色列在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有极大的成就 在列国中显得很有荣耀 但以色列人不知道这荣耀乃是神给的 他们若是不将荣耀归给神 神就会令他们的荣耀 就像鸟儿一样快速的飞走 并且一去不复返 十一节的后半节说 他们将会在生产的方面不蒙福 神宣告说 必不生产 不怀胎 不承运 在古代人们认定一个国家或家庭 蒙福的其中一个标志便是 人口能够快速的繁衍增多 这样的国家的军力就会强盛 因为对内有劳动力可以发展生产 对外可以形成强大的军力 可以遇敌 但神说以色列必不生产 不怀胎 不承运 十二节也是接着说 纵然养大儿女 我却必使他们丧子 甚至不留一个 大家可以看八章七节 还有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的第七节 和第八节 第九节 神的子民的家中 甚至不会有一个儿女存留 这都是由于神说 我离弃他们 他们就有祸了 第十三节 头半节 可以与十节的头半节相连 都是在讲 神本来看待以色列人 并对待以色列人的恩惠的表现 乃是看以法连 如推罗 在于美帝 古代的推罗 所占据的黎巴嫩山脉 山上盛产高大雄伟的 可作建筑良才的香柏树 但是他的后半节 却告诉我们 由于以法连犯罪 他的荣耀 必如鸟飞去 所以以法连 必像推罗 所拥有的黎巴嫩山一样 树木都遭砍伐 不再有高大入云的香柏树 不再有尊严和荣美及福分 所以经文说 以法连 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 交于杀戮的人 大家可以参考 以西节书 二十七章 三节四节 第十四节 仍然是于 十一节 十二节 十三节有关的 都是讲到 神对以色列家人口方面的具体厂制的方式 先知在此大声呼喊说 耶和华 求你加给他们 加什么呢 先知自己又做了回答 要使他们 坠胎乳肝 先知向神 所喊出的这句话 若是被听在当时的以色列会众的耳中 他们一定会恨得咬牙切齿 他们一定会说 和西亚这人居心太恶毒了 因为先知在经历神公义愤怒的情感中就代替神在发话 他所说话的意思是前面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所讲到 以色列人家的儿女要受惩治 比如像十一节所讲的 不生产 不怀胎 不承孕 十二节所讲的 以色列人纵然养大儿女 谁也会让他们不留一个 十三节所讲的 就是那以法连人家中现有的儿女 却要被他们主动交出来 给那行杀戮的仇敌 先知认为 这还不够 还有给以色列人加上的是坠胎乳肝 说清楚一点 就是让以色列的妇人流产 以色列妇人中正在乳养孩子的母亲乳房干瘪 完全不出奶水 在人的耳中 这话恶毒吧 显然有点 但神为什么借着先知的口如此发话呢 不要忘了 那是因为神的百姓犯罪 在十二节的后半节 神说 我离弃他们 他们就有祸了 因此 若在神的子民当中 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 也就是神所允许的 那临到神子民身上的场子 就不要怪神了 这都是由于人的罪孽和过犯所导致的 第十五节 主耶和华神继续说 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吉甲 我在那里憎恶他们 因他们所行的恶 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 不再怜爱他们 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 本节经文 神突然提到吉甲 那么我们就该读十二章的第十一节 那里的经文提到 人在吉甲 显牛犊为祭 他们的祭坛 好像田间 离沟中的乱堆 原来神借先知所谴责的 那是当时的以色列人 在吉甲这个地方 建了一个秋坛 但肯定不是为了给耶和华神献祭 大家另外参考前面的四章第十五节 在那里的经文 神就是借着先知 告诫犹大 不要往吉甲去 这里明确的意思 是要让犹大知道 北国以色列人在吉甲所举行的宗教活动 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 他乃是敬拜假神和偶像的 是个邪恶的所在 否则十二章的十一节也就不会形容 以色列人在吉甲那里显牛犊为祭 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离沟中的乱堆了 而且神说以色列人在吉甲行一切的恶事 并且神为百姓所行的恶而证悟他们 神就决定必从我的地上赶出他们去 而且不再怜爱他们 因为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 大家可以参考五章二节 首领们悖逆 就会带领着一群悖逆的百姓 他们通通向着伟大的神硬着心 在灭亡的路上直奔 最后都会一同落入沉沦 十六节的经文又是与十一节到十四节 所讲的内容很相近 神说的话又是论到以法联所要受到的刑罚 而这里所讲的又更加严厉 在十五节中 神已经讲到要将北国以色列人从所住的地上赶走 十六节继续说 以法联受责罚根本枯干 必不能结果 如果一棵果树 就像十节说的 葡萄树和无花果树 它的根枯干了 那其实不单是不能结果子 就连活也活不成了 这其实是在暗示 那在北国的十个支派 当有一天遭受的仇敌 亚树掳掠之后 最后就在外邦的环境当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 神使他的根本枯干了 使他不能结果 十六节的后半节讲到 集货生产 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 大家参考 十一节 十二节 十三节 十七节 似乎是从先知的口中所讲的话 和西亚说 我的神必弃绝他们 因为他们不听从他 百姓遭神弃绝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 耶利米书第七章 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 先知最后说 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 神使自己百姓 漂流在列国中 乃是神审判自己选民的 最为极致的方式 在先知的信息中 不断的重复着 这样的预言和宣告 那关于十六节 十七节的经文 大家可以在别的经文当中 找到可以做参考的 像是五章的十一节 列王纪下十七章二十节 撒加利亚书十章六节 尤其是 立威纪二十六章三十三节 今天我们所看的 和西亚说的第九章 主要是论到 神对以色列家的审判 所以大家在读经的时候 请留意 神界先知所宣告的 那要临到神百姓身上的 神的刑罚的具体的方式 我们来祷告 主耶和华神 以色列的救赎主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读到 和西亚说的第九章 主要当日的百姓 与偶像星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